今天呢跟 旧金山这边唐人街 新兴乡酒楼的老板啊 又聊到一个话题 就是 我现在租住 这个小丹家 这个隔壁呢是一对 越南老两口 那对越南老两口呢 然后他的 老家在越南 然后也在广东那边 就是他广东那边又有亲人 其实越南跟中国很近了 就是有好多越南人 在旧金山这边唐人街 在这打工或者当老板 然后我住的那个隔壁 那个老两口就越南老两口嘛 他曾经给过好几次 然后给的是 那种树柿子 那种黄色的 黄颜色的树柿子 就是树上的那种结的柿子 不是咱们吃的西红柿 我就当时不以为然 我说怎么给我这个树柿子呢 给了我应该有好多次了吧 而且我注意到那个冰箱里 以前我跟他老两口 供用冰箱的时候 那个冰箱里有一个抽屉 满满的全是他树柿子 然后他说 那个老头说是我自己种的 因为好像他有一个儿子 他有一个儿子家在旧金山 在布袋这个市区啊 好像在某一个城镇吧 然后好像是有这个树柿子啊 我就不以为然 然后今天呢 跟新银箱酒楼的老板聊天 然后他提到了 他说你知道吗 这个树柿子是有来源的啊 是有讲究的 我说这个是什么讲究啊 他说首先 这种树柿子 你是很难在美国的这些水果店买到的 我就仔细回想一下 我就仔细仔细回想 好像真的很少 好像很少见到这个树柿子啊 就是水果店 有西红柿 有橘子 有苹果 香蕉 但是好像很少有那种中国的那种树 树上结的那种柿子 我记得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生活的时候 然后在北京的郊区 有很多这样的柿子树 而且那个柿子长得特别大啊 就是 而且有的时候被一些洗血给吃了 一些洗血把那个树柿子 那个肉就给它倒走吃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啊 他说 这个树柿子呢 首先 它是华人的一种观念啊 叫夜落归根 这个词你听说过吧 我说对啊 我说听说过呀 夜落归根这个词 他说这个树柿子呢 就这种 这种树柿子吧 以前在美国这边没有 然后 基本上在其他城市也很少 只是在旧金山这边 有这样的树柿子 然后 当时呢 华人来到美国之后呢 大约是在一百多年以前 淘金热的时候 很多华人来到美国 然后他们呢 就是最先 开始在美国这边试着种 这种树柿子的 那么一批人 他说这种树柿子 它是 不适合在特别热的地方长的 比如说 拉斯维加斯 就不大可能长这种树柿子 因为 如果那地方太热呢 就容易把这个树皮晒裂 把这个柿子也晒裂 它就适合旧金山这边的 比较温和的这个气候 地中海湿气候呀 或者什么 温带的气候 就这意思吧 我也没听太懂 然后他说这种树柿子呢 如果你从它把它种下来之后 这是警察的车 警察的这种货车 然后这是警察的这个警车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警察有那种货车 他说你把这个树柿子 从种下来之后呢 到它结柿子能吃 大约是时间呢 大约是三年 也就是说三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吃这个树柿子的 这个果实了 而这棵树呢 它的寿命呢 是六十年 六十年 也就是说 一个小孩 一个小婴儿 刚出生的时候 如果你 种下一棵 这个柿子树 对吧 那么在这个小孩 三周岁的时候呢 这个树 这个就结柿子了 然后这个小宝宝 小孩就可以 开始吃 这个树上的柿子了 那么 当这个小孩 六十周岁的时候 走向人生的木年的时候呢 这个树也死了 也就是说 这个柿子树呢 它是伴随着一个人 从出生到死亡的 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过去人们的寿命 大约也就是六十年 六十岁吧 因为过去 人们的营养状况呀 或者说医疗条件不好 所以说人不大可能活 八九十岁 说人生 七十古来西 是吧 是吗 以前中国人讲 七十是古西之年啊 就是 因为以前人们 对吧 我估计至少是 以前人们对牙齿 健康不太重视吧 所以好多人 四五十岁 这个牙就掉的很多了 所以 牙也坏了 可能吃东西就不方便了嘛 可能营养就跟不上 再加上可能平时 补助于身体呀 抽烟喝酒啊 熬夜啊 老了也生气也可能 过去人们的 我记得好像 我看过中国的一些历史 好像以前 华人在某一个阶段 他的寿命好像 差不多也就五十来岁 就不行了 但是现在 生活条件也逐渐好了 这个寿命提高了 但是 在一百多年以前 在一八几年的时候 华人们来到旧金山 这边掏金的时候 那时候的寿命 也就六十岁吧 所以说这种树柿子 这个树呢 它这个六十岁的寿命 跟一个人 从出生到死亡的 这个时间相吻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树柿子 它里边有这个营养 好像是维人素A和维人素C 因为它的颜色 跟胡萝卜差不多 就是大体是 胡萝卜里边 胡萝卜素吧 就是胡萝卜不也是那种 橙黄色吗 或者红色那种的 这个树柿子 这个果实成熟之后 这个老头骑着三轮的 三轮的小萌子车那种 电动助力车吗 它在体格比较庞大 两轮的可能受不了 用个三轮的 你看这边骑自行车的 前面都有这种灯 一闪一闪的 然后 它就讲啊 就是说这里面有的 维人素C和维人素A 然后对身体比较好 所以说 在树柿子 在旧金山这边是 属于这边的特产吧 所以在旧金山 各个区县 各个县城吧 各个小镇什么的 像Franstall什么的 有好多这样的人家 都有这个树柿子 就包括 新营香酒楼 这个老板家里 也有两个这样的树柿子 然后他说 到了这个万圣节的时候 万圣节的时候 美国这边不是 用那个南瓜 做成什么南瓜灯吗 或者说 他饭店酒楼那边 来客人了 他就会摆那个南瓜 小南瓜好看 但是可惜你摆这个南瓜 虽然南瓜这个颜色 也是橙红色 但是它不能吃啊 所以他就在南瓜 在边上再摆几个树柿子 这样的客人 如果想吃就可以拿了 就洗洗就可以吃吗 然后他又 反正讲了好多吧 说这个树柿子 有的柿子是带核的 有的不带核 好像带核的呢 是属于什么什么 它的什么花粉 能什么 什么繁育啊什么的 反正大体就是 植物学那边的领域吧 就是说比方说 这个蜜蜂的作用 不就是 一个作用之一就是 用它的腿和翅膀 把这个花粉 让它什么 熊蕊的花粉 带到雌蕊上吧 然后让它产生种子吧 就是意思 反正我都听不 具体我都听不太 太明白 但是我知道了 这个树四在旧金山 这边的由来 也知道了隔壁这个 越南华调老连口啊 为什么 给了我好几次 那个树四子 以前我是不以为然啊 因为我知道 那个树四子 是不能空腹吃的 据说好像里边 是有什么柔酸吧 如果你空腹吃的话 容易造成什么结石吧 所以我每次我吃 那个树四子 我都在吃饭之后再吃 我没想到 这个树四子 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 今天听 新鲜香这个 九楼老板一讲 我觉得啊 真的是 这种文化的 这种传承 或者这种植物 所带给 在海外华人的 这种思乡啊 或者叶乐规规的 这种寄托 我觉得真的是 也有很多讲究啊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 生活中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的 有些东西可能你不在意 你不了解 它背后的故事 所以你没有好好珍惜 所以以后呢 如果假定 隔壁的越南老两口 在给我舒适的时候呢 我真的要很虔诚的 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去把它们吃掉 好像是这样吧 反正我 下次如果我再去 美国这边的超市 或者去 墨西哥人的超市呢 我真的好好去看一下 有没有舒适的 印象里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 应该是没有 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有很多 包括 好多吧 我觉得中餐这种文化 在美国应该也是 很远远流长的 好多老美喜欢吃中餐 然后包括这些 用的材料 今天跟 新银香酒楼 老板交流的时候 他也说 比如说用这个食材 他们所坚持用的 都是比方说 是美国这边 因为他这个 酒楼本身 历史也比较悠久嘛 所以他们也是 特别怕 自己这个牌子砸了 或者说 幸运不好啊 什么的 所以用的这个 不管是酱油啊 调料啊 包括买那个海鲜 螃蟹 都是跟旧金山 当地的 这些已经经历的 三代海鲜产业的 这些人去联系 买他们的螃蟹 就是买这个旧金山 当地生产的这种螃蟹 因为他说 在美国这边 包括在旧金山 有一些饭馆 他用的加拿大的 这个螃蟹 那反而便宜 但是呢 他就没有这种 旧金山当地的螃蟹 这么新鲜嘛 所以他坚持用旧金山 当地的 刚才这个警察在这 街角这么站着呢 警察 然后这个警察的 这个大门的车 在这停着 这个警察的门的车 不知道什么牌的 我以前记得 好像是 在美东那边 读书的时候 他们的警察的门的车 是 宝马牌的门的车 就是特别大那种的 马力特别强劲那种的 看 这俩人潮红灯 被我发现了 警察也不管 警察扯着他们潮红灯 这警察是不是在这 消极代工呢 警察 警察 我看警察干什么呢 什么警察 我得 批评批评他们 原来他们看手机呢 警察 太不像话了 这警察也应该到这个 警务杜莎 都去投诉他们 看着有人潮红灯 也不管 在这玩手机 所以 挺过分 这个警察 做的不对 这 提出 提出批评 对吧 在这玩手机 看他们玩到什么时候 是吧 你说 按说 你这警察在这之前 你要看着别人玩手机 你应该 制止 结果 不是 玩手机 你要看着别人闯动 你应该制止 结果他们玩手机 所以你看 美国这边 也那么回事吧 这个警察输出 也是大摩托车 往那一放 然后两个警察 在这玩手机 然后也没什么事 这样的 是吧 也在这 靠时间呢 对吧 他们的薪水 好像是一个小时 五十块钱 五十美元 然后据说是 反正我听别人说吧 基本上就是 他们也就那么回事吧 说声音乐也不好 就是基本上在 很多案件都破不了 就是好多案件 他们都破不了 然后呢 在一些重大的节日 他们就会出来 然后包括一些拍电影的场景 需要他们做配合 他们就 就会 用这些很威风的 这个 骑着很威风的摩托车呀 或者警车呀 来助阵 因为我也看过 就之前这边 他们在唐人街拍电影 拍电影 然后 用这个警察去配合 所以你看 他这个警察 就是大体这个样子嘛 然后看 认真真 认认真真 玩手机 在这块 这个头都不抬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 遇到歹徒 如果来袭击他们 他们也没有办法还手嘛 就是这样 很无奈 很无奈 前几天在德州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歹徒 好像 突然开枪吧 就是说 打死两个人 打伤一个人 然后结果呢 在现场 然后有一个老头 他是 带着枪 这个老头以前是 FBI的一个特工 FBI就是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特工 就是 从那个歹徒 开枪 打第一个人 到 这个歹徒被这个 退休的 这个FBI的特工击毙 用了六秒钟 所以这个人是特别厉害的 对吧 你看 别看他70岁了 但是他能够用 非常快的时间 掏着墙来把这个歹徒击毙 如果他不把歹徒击毙 也许歹徒可能会 伤害更多的人吧 我们以前在 美东那边读书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一次机会 跟FBI的一个特工聊天 那个特工个子很小 特别幽默 他说 以前我个子很高 头发很多 现在呢 我在FBI工作太忙 然后把我的个子也变小了 头发也掉了不少 特别幽默 然后他又讲 有一次他 回到住处的时候呢 他的住处呢 有两个人 还是三个人呢 然后在那 袭击他 就是他跟 对方发生了枪战 然后他把 他把对方击毙了 好像是 好像是他把对方击毙了 或者把对方吓跑了吧 所以你看这边 我也曾经看过 一段小视频啊 就是 一个洋人啊 他从掏枪 他 这个洋人的对面 放着两个靶子 对面两个靶子 左边一个靶子 右边一个靶子 身后一个靶子 然后这个洋人呢 我估计他是一个警察 或者是个特工吧 他从掏枪 他掏枪 迅速地把枪掏出来 然后 啪啪两枪 打中身前的 前面的两个 靶子 然后左一枪 就是前两枪 左一枪 右一枪 后一枪 就是非常快的速度 用了也就 两三秒钟的时间 就同时的击中了 对面的两个靶子 左边的靶子 右边的靶子 和后边的靶子 也就是说 他基本能够保证 在几秒钟之内呢 就能够 打中 前面的两个人 左边的一个人 右边的一个人 后边的一个人 一二 打得五个人吧 所以这个非常厉害 就是手枪 而且是手枪 打得还特别准 因为手枪 有这种后座力 手枪是非常容易 把这个子弹打飞的 他不像这种步枪 步枪他 你在打步枪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肩膀窝 这块拖着这个步枪的枪柄 然后步枪这个 应该也有后座力吧 但是他枪管长嘛 可以抵消 但是手枪 我记得好像以前 是什么地方 有一个歹徒吧 然后这个警察 掏着枪来 把这个枪里的子弹 打光了 也没有打中歹徒 因为他这个枪 他手枪打出来 他这个 对吧 他有个弹道 什么后座力 什么的 他就 就打飞了 这个子弹 所以 也挺佩服 德州那个老头啊 他 用那么快的速度 把这个歹徒击毙 保护了更多的无辜的人吧 所以觉得也 人是需要 有的时候 如果你做专业呢 你要做某一个领域呢 真的要把一些 记忆学在身上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会用上 大体上 反正对旧金山这个历史呢 今天是 包括一些人文 尤其华人的这个历史呢 觉得真的是 大开眼界吧 也让我呢 觉得可能 对以前自己的一些 不太正确的认知呢 可能有了改变啊 我以前觉得 旧金山这边的华人呢 好像 都是广东嘛 都是广东台山 这边比较多嘛 我觉得好像 没有那么 对吧 特别辉煌的 什么什么 可以承到的 但是今天 这么听 新银香酒楼 这个老板正名说 我觉得真的是挺 挺 让人感怀的啊 觉得真的是 生活有的时候 并不是咱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好了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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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